你其實稍微說有提出來的 OK 蔥農業其實是在講農業的部分 那現場可能有很多是新參者 所以說我很簡單的講一下 因為農業其實分非常多的部分 不可能由隨便一個地方進去 你就可以完全了解農業 那陸地其實是逐步的去拼出 這一些農業不同的部分 那目前我自己所想到的是說 它可能會有不同的系統做 互相連結並且互相關聯而組成的 那其中呢 目前我想到的是三個系統 但是後面應該還會有其他的系統 或者是其他加入者他所一起幫忙 那目前我想到的有疫情系統跟農民系統 以及呢 現在目前正在進行的藥機系統 那藥機系統的部分其實 一個概念就是說 你要如何讓使用者去很清楚的知道 我的這個武器 要如何去打那個怪 那這個呢 就是大家如果有玩過 玩過洛克人的概念 就是某一種武器就是可以對某一種擴出非常厲害 那有些東西呢 其實打進去後就不會痛 OK 那那個 Mocker部分呢 大家可以在黑隊的上面可以看得到 那其實目前已經有一定的進度了 那其中這個是 非常感謝AU他們所 一起製作的就是靜態網頁的部分 那就是靜態網頁的一個 大概目前已經進行的進度 那另外還有就是 也特別展現那個 Roni他有開發就是把 在政府相關資料網路上 他的PDF的資料把它轉成 TXT檔可以便於 後續的一個比對 或者是操作 那一樣就是讓 濃郁的濃郁可以走向濃郁的濃郁 讓濃郁的濃郁 讓濃郁的濃郁 一轉成濃郁的濃郁 那在這邊就是 徵求一下就是 目前如果有 前段的工程師 大家可以協助幫忙一下 將靜態網頁轉成 更進一步的一個畫面 好 謝謝大家